好,这个110学年度学生期末共同评量国小在21号到22号举行 那国中则是在下周来举办 那评量科目是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、自然以及社会五大考科 那么参与学生总人数大约有7574人 希望透过这样的共评来检视线上教学的成果 110学年度学生期末共同评量 国小在21号和22号举行 而国中则是在28号以及29号举行 而评量科目为国营数字以及社会五大考科 参与的年级为国小三到五年级以及国中七八年级 而参与国小生约有4174人 国中约有3400人 总人数为7000多人 教育处长林正宏表示 办理期末共同评量的主要目的是 再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 也让老师可以借此检验教学状况 并且适度调整教学模式 而另外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台东县国中小暂停实体课程三周 透过这次的共评也可以同步检视线上教学的成效 而部分考生受到疫情影响为确诊或居家隔离对象 无法到校参与测验者 教育处授权学校可以视情况 采用补考或多元评量的方式 来为学生进行期末评量 借陈阿如总和报道